長天氣上戰時間 帶大家來關心今天氣象狀況了 今天同樣是冷嗖嗖的天氣 而且這還可能是第一波的降溫而已 馬上帶你來看今天的清晨低溫 第一名位在蓮江縣馬祖 僅僅只有10.5度 那麼另外包含桃園跟金門 溫度都不高大概只有12度左右 也告訴大家 其實除了平地冷嗖嗖 在昨天晚間和歡山 8點多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降雪了 那麼直到清晨和歡山的溫度 大概是-5度左右 那麼如果水氣配合得上呢 在這幾天3000公尺上下山區 預計包含玉山、和歡山、太平山 都可能會達到下雪門檻邊緣 所以如果你要上山呢 記得加掛雪鏈才會比較安全一點了 接下來看您來看琳拉回潑土囉 可以看得出來現在在台灣上方 水氣真是有夠多啊 這一堆都是華南雲雨區以來東移的水氣 因此在今天看得出來 全台都是有降雨機率的 那麼在清晨的時候呢 包含南部以及花東地區 都還仍然有在小小的降雨喔 那麼在今天呢 在高溫的部分剛剛提到還是很冷 台北的部分呢大概呢 北部地區只有13到15度 中部地區和南部地區也只有17到20度左右 但低溫呢還可能下灘到9度10度左右啊 在清晨跟晚間的時候 在南部的部分如果今天雨勢啊 到下午稍微停歇之後 可能會來到20度左右 稍微比較溫暖一點點了 帶您來看定量降雨喔 剛剛提到今天一整天都需要會 可能會有下雨的狀況 那麼在清晨剛剛提到南部 花東為主要的位置 那麼在白天之後啊 中部以北的地區都可能會有下雨 另外到晚間的時候帶您來看喔 東北部地區就會比較作為主要的位置了 那麼水氣不斷在移動 也因此下半天之後 中南部地區水氣明顯比較減少一些些 應該降雨就會比較趨緩了 帶您來看接下來的溫度趨勢囉 這個初五之後啊 有提到濕冷會轉成乾冷嘛 不過這溫度啊 今天可以說是第一波降溫 接下來強烈冷氣團不斷不斷的影響 而且已經正式升級為寒流 所以呢低溫你可以看到一路初五 初六初七 甚至可能下探到八度到九度 北台灣高溫大概只落在十五度到十七度左右喔 那麼最冷的就是初七還有初八這兩天了 中南部帶您來看呢 儘管啊在高溫的部分看起來 稍微比較穩定 在二十二度到二十四度左右 不過因為夜間跟清晨呢 膚射冷卻的影響 低溫的部分啊 台南以北一路下探的話 低溫也可能會來到九度 八度或十一度上下 那麼空曠地區或是山區 還可能會再更低一點 特別要注意的是熱熱溫差比較大 那麼周日之後呢 接下來冷空氣減弱喔 在白天就會更回溫了 接下來帶您來看一周走勢囉 在今天呢 這個北部低溫大概十二度十三度 即時已經很冷了 不過到了這個明天開始喔 一路到了初七禮拜五左右 都可能是這個 像是寒流一樣來的天氣影響喔 那麼中部以北呢 十度左右 西半部啊九度 在空曠地區還可能下探到八度要特別注意 不過一路到了周末 冷氣團稍微減弱之後 溫度逐漸回暖 也期待呢 這個好天氣可以趕快再現囉